請放心煙一眼質詢時間4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市長 服務市長 各位議局主管 大家辛苦了 還有我們一位同仁 新聞媒體朋友 還有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本席今天的質詢之前 還是想跟局長來探討 比較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這是有關 前一天日子 前一天的議員 在市政質詢的時候 有議員提出要集團去太平島 實際考察這個問題 本席我想說 角落用光光的眼光角度來談太平島 這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議題 太平島 立屬於我們高雄市其軍區所管轄 面積大概有0.51平方公里 距離台灣大概有1600公里 島上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 風景也非常的優美 之前我們陳前總統還有馬前總統 都曾經登陸這個島上來宣示主權 在這個南海仲裁案 即將要公布仲裁的結果的時候 假如是我們高雄市長 考慮 考慮集集來規劃這個觀光的話 本席覺得 這更能宣示我們南海 這個在我國的領土主權的一部分 這相當也非常的重要 其實我們太平島上 還有一個機場港口 海水氮化廠 還有甚至太陽能發電的設備 還有甚至還有醫院 這都醫藥設施都非常完善 還有通訊設備都有 最重要的還有可以做一些農產品的生產 那假如這些這些 這個這個地方 我們假如來積極開放觀光 這也許是一個增加我們市政府的稅收 還有一個觀光資源一個地方 絕對會把這個地方的官方 把他的優質把它打出去 造成國際上 非常的響叮噹的一個地方 市長從2006年開始 就作為我們高雲市長了 已經邁路了 已經11年了 但是本席覺得 市長從來都沒有踏過這個地方 大家比較疑惑的是 市長是不是認同我們太平島的 這個地方是屬於我們高雄市管轄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不是想市長 請市長先回答一下 來市長請答應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方言 太平島是屬於高雄市 齊津七中心裡 那我是去過東沙 但是太平島這個部分我沒有去過 所以實際上市長還沒有去過就對了 對 但是市長你知不知道 現在有涉及我們高雄市民 太平島 就是七金七啊 我剛答覆你 就是真正有涉及我們的市民在裡面了吧 到目前為止 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 涉及就是真正我們高雄市民的一個人 這樣子 所以本席想跟市長再做一個探討 就是 針對這個部分 市長是不是願意考慮 剛才本席所提的 全面來進行這個地方的一個 細部的計畫 全力來發展這個觀光這個問題 請問市長這個可行性如何 市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我們太平島距離高雄大概一千六百公里以上 如果坐船 船程要三天 那它目前這個面積 大概可以說生態資源非常豐富 到目前為止除了一位富士住在那裡 還有大部分都是金井 金方金井住房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它的如果生態資源這麼豐富 我們優先是以保益環境的保護為主 那大概目前也有很多生態環保海洋學者 在這裡從事相關的研究 如果再要作為一個觀光 我想這可能必須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需要再做努力交通的便捷性 在地的所有的相對的需要的配備 那目前是沒有這樣的條件 我想說這個地方既然都有機場 有限度來開發也是相對一個不錯一個地方 當然它的開發容量也不能說你達到百分之百全部來做開發 生態的資源當然相對也要保護 有些部分可以做生態交交水的一個部分 尤其這個地方這麼好一個地方 這個美好的島嶼 假如我們沒有來做一個開發 尤其也太可惜了 如果你說你不來開發 別人就叫我們稱讚 對不對 我們來做一個開發的一個行為 最主要就是宣示主權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我本期一直講 到底陳市長有沒有認同這個地方 是我們自己的領土 還是我們自己的市民的一個地方 這才是最重要 假如真正是我們的地方 當然我們要積極來籌劃這個地方到要做什麼用途 即使做生態交水也好 部分的作為觀光用途也好 這都非常的不錯一個地方 所以說針對這個部分 本期再請問市長 針對太平島這個管轄權 你個人你的主張是怎樣 或者你願意願不願意 帶我們所有的議員真正踏入我們這個太平島 來做實地考察這樣子 好 謝謝 市長答案 謝謝 太平島屬於台灣這個主權 非常明確 方議員不必懷疑 不必懷疑 至於我們議會要不要去考察 尊重議會的決定 我個人目前沒有規劃說 我想帶領哪一個團到太平島 我曾經兩次登上東沙 但是太平島目前我沒有這個規劃 但是如果議會的議員要去 我們非常尊重議會 謝謝市長 本期的意思是說 既然這個地方是我們自己的管轄的一個地方 再怎樣不管市長還是一起主管 還是議會所有的同仁 都有那個權力跟義務 要到達那邊 來做一個實地的考察 對這個地方要相對的了解 那做以後 我們未來市政的一個參考的一個方向 不是說要不要去的一個問題 也不是要到那邊去晚的一個問題 是要未來如何做一個把高雄市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這麼好的一個領土 如何做一個好好的規劃跟保護這樣子而已 謝謝 接下來一個議題 比較嚴肅的一個議題 就是 有關於我們的動物保護收容的一個問題 過去我們高雄市一直都以 營造友善城市動物的一個口號 一個最重要的政策 但是近來很多的民眾跟里長一直反映 就是為什麼農業局他的一個捕捉流浪狗的效率這麼差 甚至有民眾打電話到服務處來講說 你假如不再把這些流浪狗抓走的話 他就要把他打死 我們就想想 這個社會如何對待我們這些弱勢 相對我們的流浪狗相對就是弱勢族群 但是一個有為的政府 你如何去照顧這個弱勢 尊重一個生命 每位生命都非常的珍貴 尊重這隻動物的生存權 在此我先請問農業局長 你家有沒有養? 有沒有 局長答悟 謝謝主席 謝謝房議員 我家有養 謝謝 請坐 有誰不想有一個溫馨的家 尤其流浪狗 他真的沒有選擇的權利 你給他什麼他就有什麼而已 你給他溫馨的家他才有一個溫馨的家 你要打他他也沒有辦法 你要內帶他他也沒有辦法 所以一個私人的一個政府 就會產生更多的一個社會問題出來 流浪權因為他的不安全 坦白講啊 跟人類的對他的不友善 所以導致他會去攻擊人類 造成人類更多的傷害 在此本期也要先請再請問局長 蔡局長 針對這個問題啊 你認為是果不對還是人不對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歡迎 在這裡跟歡迎報告一下 目前從農委會的資料統計資料 全國裡面的所有的補錢跟收容數量 一直在下降 那這呈現了什麼問題 這呈現了可能就是說 有一些政策需要再做一個適度的調整 另外我要講的就是說 那包括說我們目前為止 很多因為各縣市執行領安的史以後 很多的一個資型的TMR 那當然在所有的城市裡面 都市地外還看不太清楚 當然在農村的話比較多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措施啦 那當然就加強我們的結議 那當然剛剛方言所講的說 要善待我們的寵物 我們也採取一個精準的捕捉的方式 包括我們現在我們城府市長 也指示 有些地方比如說我們的管制人員 從高雄去到或者鳳山去到我們燕巢也好 鋼山也好 路途比較遙遠 那麼我們在燕巢公所大家來合作 我們人員配置到那裡 那麼用一種精準捕捉的一個方式 來善待我們的寵物 我們來努力來打造這個一個城市 局長請坐 我問題一直在凸顯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也不能講說果是錯誤 你也不能講說人類是錯誤 對不對 我以為這個部分只有靠我們政府 把這個問題才能解決 不然這兩方面大家都是傷害 我在此先請問局長 再請問局長 你有沒有被骨咬過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方言 我小時候有 有被咬過的一個經驗嘛 對不對 好請坐 在座的有沒有被骨咬過的有沒有 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都有慘痛的經驗對不對 我在此一直要強調說 為什麼被骨咬過 因為有些人在公園裡面 做散步的時候 骨有自然的防衛力 對不對 他不是要攻擊你 他只要保護他自己而已 我曾經也被骨咬過啊 就是前大概半年前啊 我真的都很注意骨啊 但是那一次真的是我自己仿神啊 為什麼被咬 因為我剛好助理帶我去買東西嘛 下車要買吃的東西 那一隻狗剛好在電門口啊 大地點的門口啊 我就沒有看到他在電門口啊 他是一隻流浪狗嘛 我就不小心踩到他的狗 踩到他的尾巴啊 就一口被他咬住了 但是你又說他不對嗎 也不能說他不對啊 他自然的防衛力量啊 只能說 我們的沒有辦法給他一個 溫馨的一個地方可以去這樣子而已 他只能在那裡溜達 所以說 這種慘痛的經驗 相對大家被咬過的齁 相對大家都很了解啊 大家也都知道齁 我都是我們最忠實的一個朋友 他為什麼會咬人 對對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善待他 就是沒有辦法善待他 他沒有一個溫馨的一個家 對對 他只有到處四處流浪 對對 假如他有一個溫馨的家 他幹嘛要躲在人家的一個溫馨下來 對對 所以這一個問題 我還是要特別強調啦 局長 一個文明的一個社會 他是不是會有狗的存在 流浪狗的存在 你先簡單回答我這個問題就好 來 警察 謝謝主席 謝謝歡迎 我想 我們會盡量朝向流浪狗 來減少數量來前進 對對 基長 像這種 被 被搖勾搖的一個慘痛經驗 我 只是一個 去買一個東西這樣子而已 對對 也不是說我不對啊 你也不能說那隻狗不對啊 所以說 針對今天 為什麼一直會提到這個問題 我想說 藉由這個問題 跟市長還有局長 我們一直好好的把它討論好 如何 把這個問題 大家藉由了解以後 來共同來解決這樣子 當然政府有權利去照顧這些弱勢 保護民眾的安全 本席在這三年來 總共來了兩支流浪口 就是這兩支 前後大概三年來了這兩支 因為本席也捨不得把它送到我們的收容所 最怕到十二點你們就把它咔嚓掉了 就是把它淹掉 把它殺掉了這樣子 所以就把它一直都認養到現在 所以這兩支流浪口 現在都是我們服務處的重要的一個服務人員 他會打招呼 但看到陌生的他也會叫 當然在此我要先請問說局長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實施零安樂死的部分 請回答 請答悟 謝謝主席 謝謝方言 其實高雄市在一百零三年就開始實施零安樂死 比一般的還先 比一般的還快 你這一段期間我們比較好奇了 你既然那麼快就實施零安樂死 你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收容地方呢 對對 所以說我們採取精準的補助 你先請坐 高雄市 這個我們動物保護關愛園區 在本月就要開始啟用 本期前些日子有跟我們議會同仁 共同去這個地方來做一個參觀跟視察 有幾個議題我也提出來跟市長跟局長共同來討論 我們觀看這個上面這個硬體這個部分 這個園區 這個園區 總共佔地一公頃 可以容納五百隻的一個流浪貓犬 每間動物都 每間的動物社都可以看到戶外 有戶外親子遊的園區 甚至美濃室 還有讓流浪狗恢復可愛的模樣的地方 甚至可以透過我們這行為訓練 來提升我們這貓狗被認養的一個 認養力 號稱目前是號稱五星級的一個收容手 但是本期看來 這個一個興建的地方雖然漂亮 但是不過以動物的立場來說的話 一間間的一個水泥的一個地方 水泥牆 還有玻璃牆 這把我們所有的通風的地方都阻絕掉了 就會造成我們的這個空間不夠 還有通風不好 一旦我們貓犬數量 太多的話 就有可能 像這種夏天 就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一個 很悶熱的一個活果出來 會影響到我們這些貓犬的一個健康 本期還是覺得 新的一個收容手雖然很漂亮 但是依照我們這個流浪犬的一個生活習性 還是我們舊的這個自然採光的自然通風 這個比較好 市政府現在雖然在尋找積極的開放 我們這關愛園區 開放的這個部分來做一個OT的一個對象 招募我們這個民間來共同來投資 總共投資一百三十八萬 但是新的園區 還是很非常的偏僻 剛好在四大附近的旁邊 附近雖然還有霓火山 但是這個道路非常的狹小 要吸引這個我們的民間共同來投資 或者吸引我們這個 我們民眾來這裡做任養或者人文交水 觀光 這個有許 市政府這邊可能要再進一步 來做一個努力 請問局長 目前剛好是 成為一個公立收容手的這個OT 委外經營 目前是第一個地方政府 現階段的招募情形如何 請局長回答一下 請局長回答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方言 首先要跟方言說明的 其實這個通風設備 如果從那個牆壁 另外一邊也沒有照到 那是一個大便玻璃是可以開窗的 所以通風設備是相當良好 第二個我要跟方言報告的 結果說目前這個收容手成立以來 結果說蓋好了以後 很多縣市政府都來這裡 因為包括農委會都請他們來這裡 才觀摩 我一直強調的說 像這個收容手嘛 你自己看一下嘛 你如果看這都是鋼骨氣去做的 這相對非常的 很溫熱 你當然你如果牆壁更加會吸熱 除非你有吹冷氣 你根本就不夠 跟議員報告 而且他的高度 高度相對也不夠啊 自然通風相對這個都有問題 因為這個收容手要蓋的時候 我們都邀請相關單位 包括我們動保單位 大家都來研究 光用住的眼光 自己假如去住這個地方 你就自己叫要落石了 對不對 你何況動物在住這個地方 當然你說的你有利啊 但是真正用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說 像這種地方 用鐵皮屋來製造 沒有 那不是鐵皮屋耶 上面不是鐵皮屋 你上面就是鋼骨的 那也不是鐵皮屋 那上面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結構啊 那有二層樓 那個二層啊 那是二層啊 你旁邊 你主體結構是有 旁邊那邊就沒有了 所以說那邊的話 在那個 釋養的部分就沒有啊 對啊 釋養的地方就沒有啊 這我說相對一樣 都是可能會造成我們 如果是以後有需要改善 我們來改善 那你假如說用這個地方 你如果真的要有通風的時候 你又要耗費很大的電力 要增加很多的通風設備 那你不是增加很多的電量嗎 就更加的不環保 要不環貝 更歡迎 包括我們現在朝向友善的城市 友善的收容來努力啦 那麼另外呢 我們歐地的部分目前已經 在左手行政作業已經上完 那麼我們預計呢 我們希望在六月底跟七月初呢 我們在一個部分的行政 行政收容的那一部分呢 我們來取用典禮 那另外剛剛 方議員所講到 整個一個燕巢的收容所 包括我們那個 那個擬火山 包括我們的機關山 包括我們的燕巢 金山的一個 農村再生社區呢 我們會採取 劣勢一日農屋的生態禮物的方式來走 來走 那麼我們會來 來跟我們的那個 旗山中寮社區呢 來一起來結合 然後帶跟我們的觀光客人來進去 局長 我一直強調啦 這個案子要OT案嘛 你也知道嘛 生意人在商言商嘛 對不對 你似乎有那麼大的龐大資源跟預算 你都做不好了 你如何期待一個商人 來把他這個地方做好 對不對 他要賺什麼 我們提出很多個一個措施啦 那包括我們這個如果是那個標道的一個廠商 他在裡面 他也可以做他的 要做的比如說寵物的一些用具啦 寵物的一些收容 他這裡都有 還有文創商品都有 請問一下齁 這個新的園區啊齁 六月份就開始啟用了嘛 那舊的園區是不是就把它廢掉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舊的園區呢 我們陳副市長有指示 陳副市長有指示嗎 有指示 我們在舊的園區呢 我們會把它改善得更好 那未來的話收容的數量會來增加 好請坐 謝謝 為什麼要提到這樣齁 因為目前我們關愛園區這個部分齁 這個收容量只有目前只有五百隻啊齁 但是呢 依這個開始啟用的時候 本席認為以後 可能馬上就會列明飽和的一個狀態啊齁 尤其現在已經開始 十字零安二十了嘛齁 所以這些動貓犬的流浪數 可能會越來越多齁 那所以市政府在這個動保的末端 的收容能力 之間的一個配套措施假如沒有做好的話齁 可能問題會更大齁 本席也會非常的懷疑啊齁 啊 本席再請問局長齁齁 目前啦齁 我們在在整個高雄市的一個流浪狗 一個貓犬的一個數量 鈺伏有多少數量 請局長回答 來,局長答務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針對這個數量事實上 大家都沒有經過一個真實的統計 但是我在猜測4萬隻是有 4萬隻應該是 4萬隻都應該是有 好 請坐 在這外面流浪的國 坦白講是遠遠超過我們縮容的一個數量 本席認為說 既然你這個縮容數量還是不夠 就是說比如講 你今天做了200隻進來 進來我們縮容手 但是你在外面 可能他還會繼續繁殖 甚至棄養 可能甚至又超過了500隻 所以一來一往外面會更多 這可能會惡性循環 所以本席還是建議 倒不如這樣子 在每一個各區 市長是不是這樣子 每一個各區 我們都成立一個 簡易的縮容手 就是 找比較偏僻的一個地方 做一個簡易的縮容手 就是究竟管理 究竟管理 不一定要把他弄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地方 其實你也知道動物 不一定要 他只要一個很好的一個活動空間 可以遮風避雨 而且有豐富的糧食 可以繼續讓他生存 這樣就可以了 總比他在外面流浪的好 你假如今天把他弄得這麼漂亮一個地方 來做一個縮容 只縮容500隻 剩下4萬隻在外面 你想一想 這4萬隻不是今天4萬隻 明天可能變成4萬1千隻 明年可能變成5萬隻 這都不一定 但是你這原有的一個縮容手裡面 除了被認養出去以外 可能他你只能處理到 一千隻好了 相對這外面這幾萬隻的一個動物的流浪犬怎麼辦呢 這造成惡性循環 所以說礙於我們的經費的問題 我們想說 是不是一次就把它解決掉 把所有的動物流浪犬的動物 在各個區域都成立縮容手 但是也不要花費太多 比如說我們一個山區 就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空曠的地方 讓他能夠運動 像這種做法 他可以下雨的時候 或者寒流來的時候 可以遮風避雨 尤其在人類上的時候 現在我們市 我們市民朋友現在失業的也非常多 我們可以用臨時的一個方式 約故的方式 來讓他提供一個就業的一個方式 本期針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請市長先簡單幫我回答一下 市長請答問 謝謝 友善所有的動物 當然也是一個城市進步的價值 那高雄市對於各種 我們的流浪狗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部分 高雄市做了很多的措施 那剛剛黃映遠提到 是不是在有若干各個地方 能不能有一個收容 簡易的收容 因為各個里長 大概各地方社區 對流浪狗的態度不太一樣 有些大概對流浪狗的部分 就比較不友善 大概我們的1999 各種電話都是要求 一定要去捕捉這些流浪狗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我們跟農業局 能夠跟我們相關的這些同仁 大家來做一個思考 就是說讓這些動物 至少它能夠有一個 比較簡易的這些收容 它能夠有基本可以溫飽 這個部分我覺得 站在人道的立場 我想我個人是贊同 但是在執行上 應該怎麼來處理 跟各個社區 我覺得社區也可以用 很友善的態度 來對待這些流浪狗 但通常社區 對這些流浪狗 有一些個人觀點不同 當然也對於這些狗的 一個陌生害怕 大概這個很多很多 所以有些時候就是 會要求我們的環保局 農業局這個部分來處理 總而言之我認同 應該用更人道的態度來對待 應該讓這個部分 做更多的友善 那我們也要求所有飼養 我們這些動物的人 不要棄養 不要說他生病的時候就棄養 所以我們植金片等等 要求我們的市民飼養的 負責任的一個態度等等 我想各 很多不同的措施 一定同時來並行 這樣才能夠真正做到 友善保護他們 謝謝 謝謝市長 我覺得市長對這方面 還相對滿用心的 我也希望說 局長 市長已經有講了 相對這個用人道一個方式 這四萬隻的一個狗 在外面流浪 這四萬隻的流浪狗 怎麼用最簡易的一個方式 來做馬上的一個處理 因為你這四萬隻的流浪狗 你不處理的話 除了相對 對我們一個友善城市來講 是被火絕掉以外 這四萬隻的流浪狗 他在外面可能會攻擊到我們的市民 造成我們市民朋友的一個危險 有時候在騎摩托車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會被狗追啊 對不對 你被狗追的時候 你相對你就會害怕 害怕怎麼辦 有可能就會摔倒啊 對不對 所以無形中 可能都是一種傷害 對我們市民朋友也是一種傷害 對這些流浪狗 也是不人道 所以說我本期才這一次 才趕快要提出來 是不是有一次性的 就把它解決掉 讓這個問題 在全國上不要在全國 在我們全台灣 我們是高雄市第一個友善的城市 我們達到這個目標這樣子而已 在此 再來是我們最近 有修訂剛剛通過的一個自治條例 動保住現在也跟公會 來辦理這個毛小孩 找一個家的一個寵物公益儲衝的活動 藉由民間的力量 跟寵物店來合作 來提供這個任養一個專區 像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也是市政府一直提 一直一個的一個口號就是 用任養來代替過買 本期比較關心的是 真正它的成效如何 請局長回答一下好不好 局長導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我們現在跟那個寵物店來合作 公益儲衝來代替來任養 我們的達成力 任養力 達到87.5% 87.5% 算是很高 算是很高 而且就是說 而且他們都可以追蹤 他的去處是到哪裡 至於這種任養的一個部分 本期也有一個提議 請市長參考一下這樣子 就是為我們這個毛小孩找一個家 雖然都是藉由寵物店 是不是 我們如何來研議 徵收我們的寵物的寵物稅 就是說你在寵物購買 因為環織廠 所出來的一個寵物 研議徵收一個寵物稅 來間接來鼓勵民眾來認養一些流浪犬 請問針對這個部分 局長你個人的認為怎麼樣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我想歡迎所提出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研究看看 跟我的同事還有一些 一些就是說 廠商家還有一些 愛護動物協會大家來研究看看好不好 為什麼一直提到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簡圖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在一般的寵物 假如是民眾去購買的話 我們就來增加一個購物的一個購買稅 就購買稅 漸漸來增加我們事務的一個稅收 來處理我們這個流浪犬的一個問題 主要的一個稅收的一個來源 這也是相對非常的好 假如民眾去認養這流浪犬的話 相對 但是我們要提供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醫療服務啊 還有免費直日均片啊 還有相對我們要獎勵 我們這優良的廠商跟我們這個民眾啊 這我們都要去研究 是不是要達到這個效果 才能達到我們如何找 為我們毛小孩找一個家 所以說這個方向應該非常的正確吧 這個我們現在有在做啦 現在有在做嘛 好 局長請請坐 本期為什麼一直要提到這個 有些寵物店 他們也是會做得非常好 藉由這個機會 我們相對也要給他們做一個鼓勵 讓他們相對做為我們這些流浪犬 多找一個溫馨的一個家 市政府依現有的法令 本期還是拜託我們市政府這邊 還要訂定另外的一個規範 就是有關我們認養 我們這個流浪犬一個獎勵的辦法 還有一個是棄養的一個法則 在此我要先請問我們局長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最頭痛的就是高達五層的這個氣氧量 高達五層的氣氧量 以動物保護法的一個規範 並沒有對這個業者或者民眾氣氧 訂定法則 到目前為止 只有 違反動物保護法第五條第三項的規定 因為動物 有法定的傳染源 而棄養訂定法則而已 也就是一般民眾的一個棄養 跟業者一個棄養 並沒有法則 請局長回答 為什麼 保護 謝謝主席 謝謝 方議員 其實我們在這一次的知識條例裡面都有 都有補足 知識條例裡面 在對於棄養我們都有法則 都有法則 另外呢 我跟那個方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你剛剛才提了說 我們棄養也達到百分之五十 其實在去年我們所有統計數量 是我們棄養的數量差不多一千多隻 一千多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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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棄養也不說他要棄養 你如果是 這個數字 有時候 我也不能講說你不對 但是很大的儀後這樣子而已 棄養的數量 還沒有達到百分之五十 我想說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要利用 政府的一個規範 然後達到民眾來遵守 像德國他們棄養的話 他們罰者非常的重 一棄養一隻的話 要罰九十萬塊台幣 當然我們這裡罰的沒有那麼重 當然你假如輕罰的話 你要知道他棄養一隻的話 政府啊 光他的處理費跟認養的這個部分 就是包括認養 他養殖的費用 你要花費多少錢 萬一這隻果沒有被認養出去的時候 你還要去收容 你要花費多少錢 你假如是親者來罰款的話 根本對民眾不 對這業者不痛不癢 這也沒有達到一個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對不對 那所以 本期還是 傾向於說 用重法 對不對 一個 一個好的一個文明社會 你 你假如大家都 都容易遵守的話 也許這樣可以一個 用輕法來規範 但是你假如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重法 他達到 我們應該有的 達到 我們的一個 零零氣養的一個目標嘛 好 局長請坐 這個源頭 控管還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末端的一個收容的一個資源 但是還是有限 但是你源頭沒有控管好的話 你再多的一個收容手 坦白講 也沒有用啦 民眾都一直在家 一直繁榮 一直繁榮 業者也一直 一直繁榮 對不對 最終 這些 這些毛小孩 這是流浪狗 最終 他沒有養的話 還是一整窩丟到外面去 像這個業者啊 他一個繁殖廠啊 對不對 他繁殖這麼多 他假賣不出去的時候 他怎麼辦 尤其現在已經臨安二死了 對不對 局長 你知道他會丟到哪裡去嗎 你也知道 鞋子一大隻的時候 基本都賣不出去 他不可能又賣了 這鞋子要怎麼處理 請局長能不能簡單給我回答一下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來 局長答悟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剛才說的 就是 鞋子賣不出去的 所以說 對於整個 整個一個 業者啦 養殖業者 我們會加強來查氣 加強查氣 那麼 從源頭來斷 來 來作所 然後加強來查氣 所以說 到目前為止 你也不知道 他會丟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所以你說一千隻 我本時才會懷疑 那麼多的業者 跟我不敢說 不是說 有時候沒協賣 對不對 尤其有 傳染病的時候 那你丟的時候 全部都丟出去 對不對 賣不出去 他這個丟 也會浪費 他的飼料的錢 剛議員所講的 當然是 一個 原因之一 但是我剛剛提到的 源頭的管理的話 我們會 除了 加強派人力 來加強查氣以外 對於整個 業者 我們會適應 一個教育訓練 局長 我今天不是 要跟你探討 這個問題 不是只是大家來講講 來討論這樣子而已 我是希望 我們的市政府 如何去落實 趕快把這個問題 趕快把它解決 這個問題雖然是 坦白講 對我們市政府來講 也許是不是 為乎其道的一個問題 但是對這些流浪國來講 他們是非常的重要 對不對 他們生命的保障也非常的重要 對對對 所以我今天 不是在跟你打 打 馬虎嚴 大家在這裡 你講講話就好 對 後續的做法 你如何來做 它才是最重要 對 我們後續 跟歡迎報告 今天我們市政府 假如說 今天我拿出這個問題 大家如果有辦法 好好研究 來做一個探討的話 我相信 外面這四萬幾隻的流浪國 絕對我們有辦法一次性把它 把它處理掉 剛才我說的四萬隻 不是四萬幾隻 差不多在那兩萬隻左右 現在我該兩萬幾隻 到底是幾隻 我瘦萬隻就差不多兩萬隻 我不能再這樣 來 接下來我要跟請問局長 局長 也這麼多 我們兩個站著 你和我站著 是怎樣 對不對 針對最重要的兩個一個研頭 跟局長做一個探討 這兩個研頭 假如真的能用辦法來達到的話 我相信這個流浪國 應該就有辦法把它做一次性的 把它解決 第一個是我們的家前 家前的一個戶籍的一個總登記 還有一個決議的管理 針對這個部分 目前做得如何 我們目前為止 如果是有家前的話 家貓的話 如果是有植入晶片 我們都有在登記管理 有登記在管理 對 還有進行決議的工作 另外跟官員報告 只要是從我收容所裡面 就任養出去了 我當然知道是有 但是你從業者那一端再過來 業者他賣出去 他也是要來登記 你怎麼登記 他比如說我們業者 從業者他賣出去 裡面他就有資料 所以說我們會去加強 來管的 他有身份證嗎 他有身份證嗎 什麼身份證 你登入以後 他有管理的身份證嗎 他的來人去處都有 還有他的植入晶片都有 都有啊 植入晶片 存互登記業者都有啊 局長我就是跟你說的意思 針對我們的戶口 針對我們的戶口的一個登記的話 就像我們民眾生小孩一樣 你就是要有歸戶 就是要歸戶到我們的戶籍登記裡面 你這隻貓犬才能做買賣 對 你只要沒有做貓犬登記的話 這個罰則的部分 我拜託局長 這個也是相對非常的重要 這個也是有處罰的 還有我們的環織廠這個部分 目前這個環織廠非常的多 還有買賣 你如何做一個嚴格的控管 這也是非常的重要 目前市府做的如何 你不要給我打馬務員 對不對 不會不會 跟環織廠報告 環織廠我們要分有合格跟不合格 不合格我們加強起地 絕對不能讓他生存 那合格的環織廠我們會 就是說持續呢 會去關注 而且去加強一些查核 你怎麼一個一些查核 就是說我們會派人去查核啊 查核這個環織廠 你要查什麼 派核他的資料啊 他比如說生的幾隻上面 母果生幾隻他都有要查核啊 像這一種你 一般的一個繁殖廠 坦白講你們都沒有在控管 所謂說他一年要生幾胎 對 一年生幾隻 他賣到哪裡 不是 更歡迎報告 一隻狗仔在那 一隻狗仔在那 在生產的時候 譬如說他有幾隻的母果在那 我們去那裡都有登陸啊 登陸以後他一胎多少隻生出來 他當然都有一個紀錄啊 還有他賣到哪裡有登陸嗎 他賣到哪裡的 他會有登陸在那裡 我們才能做查核啊 所以說他寵物 寵物等了繁殖廠的話 如果是我們在 在集合的過程當中 如果查核不實 我們會處理處罰的 好 謝謝局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本席還是最重要的 因為 我們如何來推動一個友善動物的城市 達到零 零流浪狗的一個城市 這才是一個進步文明的一個城市 針對這個部分 本席今天為什麼一直把它凸顯出來 就是說 因為 原口這個工作 你假如沒有把它做好的話 末端的資源能力可能耗費很多 最終到收容所 這個流浪狗相對是一種痛苦 你們在這個如何 如何用這種各種手腕 長痛不如短痛 拜託我們市長都辨內預算 一次性的把它做一個解決 讓這個痛 不要大家永遠心中的痛 我們如何把這個消極改為積極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如何解決這些流浪狗這個問題 推動我們城市流浪 零流浪狗的一個城市 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時間也到了 拜託市長能不能簡單 再做一個結論這樣子 請市長回答 市長請答案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 一個城市能不能達到零流浪狗 我想這是一個目標 那有些時候這個是 不是市政府公部門單一 它可以做到 也不是用法律的規範就可以做到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大家的價值的觀念 負責的態度 如果我們對於自己所飼養的動物 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一個基本 一個人道的愛護 如果這樣 那基本上他們有一個 我們政府的部門用那種紙晶片 來要求飼養所有的市民 用最負責來愛護他們 那當然如果我們朝著 零流浪狗這樣的目標 這是一個高度的理想 我們願意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就朝著這個目標努力 謝謝 好 實行完畢 休息十分鐘